我是非常高興 又到了我每週最精彩恐怖的故事 叫什麼故事呢 我們現場大家來這個 普通一下 傳說陰陽界 恐怖經文夜 為什麼恐怖經文夜這幾個字 重現的時候總是帶了一股 兩兩個感覺 尤其現在天氣又變燃了 今天呢 我們要講的這個恐怖故事主題叫做 血蜈蚣 大家都知道蜈蚣 這百毒裡面非常毒的一個 可以說它的毒性跟甚至於強弱蜘蛛 毒蜘蛛或者是毒蚕蜘 這類的毒蛇 尤其它這邊的那個蟲那個叫非常恐怖 那蜈蚣裡面呢 最毒的要算是血蜈蚣 血蜈蚣 因為它那個整條是紅色 但這個紅色很少人看得到 曾經在大陸就發生了這個紅的事情 就曾經出現一個血蜈蚣 那這個大陸一個創作 有一個賣豬肉 叫做李二狗 那為什麼叫李二狗呢 因為它在狗年出生 家裡就把它叫做狗 李狗 但是因為它排行老二 大家就叫李二狗 那這個李二狗是什麼樣 買賣豬肉 而且殺豬殺得非常好 速度一倒下去快 尊人 那豬叫一聲 就是不要 血馬上放開 那之後它又開了豬肉店 生意非常好 而且它的豬肉貴育還建 很少蚊蟲什麼樣 所以大家都很多 台書裡面都很喜歡到 到李二狗這個地方 來跟它買豬肉 那其中有一個它老祖物 就是石頭 那石頭它的媽媽呢 每次包水餃或者什麼都叫石頭 石頭那是一個國中生的 叫那個國中生去買那個豬肉 那他們就每次都跟他們買 但是有一次喔 石頭也在那邊買豬肉的時候 他發覺那個豬肉的沾板 一個一個這樣排 在沾板跟沾板中間有一個細縫 他在排隊的時候 因為他一直看著那個那個沾板 發覺那個 細縫中間有一個紅色的東西 一閃就過 但是眼尖的這個石頭看到 怎麼會有一個細縫 有一個紅色的東西 像蟲一樣的東西 也許你怪怪的 那天很想跟那個 跟那個老闆 跟那個李二狗講一下 但是因為真的很多 他把我印象上的聲音一直沒講 正當他在看的時候 其實怪怪的說 旁邊的老頭子 那老頭子在排 六十幾歲 然後呢 他也站在旁邊 眼睛也是一直看著那個沾板 跟那個 那個石頭一樣 他們兩個 就一直看著看 就覺得為什麼 那個老爺子 也是看著那個地方 會不會他也看到 不是只有我 你看到 後來他們帶著一個疑問 後來 在這個人潮散去之後 就買豬肉都買不去之後 後來他說 老爺子你要買什麼 因為他 那個老爺排在那個石頭前面 但是那個老爺子說 我別的不買 我買你豬肉板上那個 就是那個沾板 好 把那個沾板 那個暗板帶回去 他說不行啊 他說這暗板是我切豬肉 你拿回去那我怎麼辦 他說不行我一定要買 他甚至出價出道 那個人命一百塊 要不要買 他還是不能買 後來 他被炒來炒去 最後 兩百塊 人明明成交 他說 既然明天要買的話 那你明天 因為我今天要把豬肉給賣完 明天你來拿 那個老爺子好像有點 對 那我明天罵 今天不能 他說不行 一定要明天 那我明天 明天那個老爺子 很早就來改隊 也來買 石頭也過來 那後來 後來他 他把 他就弄了一個新的沾板 舊的沾板放到旁邊 而且洗得乾乾淨淨 那老爺子就說 哇 老爺子進來說 為什麼把那個沾板洗得乾淨 他說 對啊 你不是要嗎 我幫他特別會洗 用肥皂燒 哇 壞了 你怎麼把他洗乾淨 他說 他說 那洗乾淨不好嗎 他說 你在洗過程 你有沒有發覺到什麼 他說 他一講 那個李二狗整個 他流起來 他說 有一隻很大條的 紅色烏公 從那個沾板中 那個 那中間的裂腹 竄出來 差點咬到他 哇 而且那個蜈蚣喘 一件不見 他說 他第一次 這一輩子看到這麼長的蜈蚣 他說 哎呀 那是非常珍貴的東西 他的血可以吃百毒 他說 那很重要 我就是要找那隻 他說 哎呀 我知道了 那隻已經跑了 他說 我就是要買 我買銀子 把那隻蜈蚣給抓到 後來他說 那怎麼辦 跑了 跑了 沒辦法 他說 他說 我可能沒辦法 不過那次很危險 他說 他那老鼠亂吹很到底 你負責他可能會隨時咬你 那個咬到的人 毒細菌在發作 除非 那個蜈蚣的血可以自奔 沒救 你知道嗎 講完這句話 他有人說 外面有一個人就跑來說 濕透濕透 你媽 你媽 你媽這個 被蟲咬到了 昏倒 被聽到 為什麼蟲咬到 聽說是一隻藏藏的東西 啊 我一天照 那老爺子馬上講 一定是那次血無功功夫的人 後來他們整個人 三四個人就把他拔到石封下去 後來看到他媽媽 躺在地上 就是口吐白膜 然後全身一直發動 後來老爺子叫人 然後把他扶上來 又 不把他的手 扎緊 避免那個死亡 不斷的 因為毒液 攻心 然後就死了 阻止那個死亡 然後呢 開始用一種藥草 開始塗他手 減緩他的疼痛 他說 手整個腫起來 然後呢 他就拿那個刀 刀片 把那個手割了幾個 放血 流出那個 血是綠色的 非常濃度 說糟糕 這個如果 暫時能夠穩定 但是如果沒有蜈蚣洗的話 必死不疑 可是 不見他 跑得非常快 洗蜈蚣不見 他說 他就問那個裡面的人 所以他裡面有一套 那個石頭的阿姨 有看到 他說他進去的時候 就 他說你怎麼發現蜈蚣 他說進去的時候 結果他媽媽在洗菜的時候 就那個砧板裡面那個 那隻蜈蚣從那個砧板裡面 跑出來 因為他很喜歡吃那個肉 他就跑跑跑 跑出來之後 那隻蜈蚣就突然消失了 反正 後來那個老爺 那個老爺 那我猜喔 一定還在裡面 不然他們就到處搜 然後他們就注意 因為可能是 紅色石磚的地 地板 都到處找到 找到 找到 後來他們說 很小心 狗狗串出來 他說這樣找 而且如果你把地板 敲開的話 他跑出來的話 可能就找不到 他說那怎麼辦呢 沒想到這個老爺子很厲害 抓抓這些人 他說 你們去找一個 一個玻璃瓶 上面有一個罐子的玻璃瓶 他把它埋在院子的 然後 挖一個洞把那個玻璃瓶 上面的蓋子拿起來 然後呢 把它埋在桌裡面 然後 拿出那個黃色的線 黃色的線 那個毛線 他說 那你這個毛線 能夠穿它嗎 他說這個毛線喔 是 泡過那個藥酒 那個藥酒 就是胸黃 專制這些毒物 有些人他就用筷子 把那些線毛架起來 架成一個像我們小時候 在找那種尼弓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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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的開口 是開在那個 酒房那個地方 就等那個 蘆果毛衝出來 阿怎麼衝出來呢 他在那個 那個罐頭裡面 放那個豬血 就找那個 椰兒寶 找那些豬血 豬血呢 一塊一塊把它 腳或腳或在裡面 然後再用他的血 割下去 然後那個 那個血的那些血腥味 能夠散發出來 哇 大家聽到那個 就聞到那個血腥味 後來喔 大家有一個疫苗 也不太難受 埋伏在哪裡 用筷子把 線固定住 好過別多久 嗤嗤嗤 把後面那個 後面那個 那個缺口 堵住 插起來 他叫那個石頭 石頭 後面頂住 後來那個蜈蚣 那蜈蚣很有靈性 一發覺不對 回頭 蜈蚣跑回頭 跑回頭 因為那個線 插過一條去看 嗨嗨嗨嗨嗨 蜈蚣就在那個地方 繞路出去 因為蜈蚣想衝出去 可是蜈蚣很聰明 發覺那個筷子 好像有缺口 就往那個筷子撞了 因為剛才那個筷子插得很深 他撞了兩三下 有點搖動 但是 他就沒去床 跑到別人 跑到別人的地方 他立刻就把那個 那個棍子有插過的深 後來那個蜈蚣就啪嗨 在裡面 在那個迴圈裡面 一直衝一直衝 越來越衝越接越 衝到那個罐子的旁邊 奇怪 蜈蚣屁不進去 蜈蚣可能知道那是陷阱 他又串出來 但是他一直串不出來 他好像有點累 那個蜈蚣 後來蜈蚣有點累 那個蜈蚣 肚子有點惡壞 就不管山西 直接衝進去那個罐子園頭 趕快 把那個 就把那個鐵罐 那個老爺子 鬆了 啪嗨 把那個開口 蓋住那個蜈蚣的 啪啪啪啪啪 一直衝撞 一直衝撞那個鐵 那個啪啪啪啪 被衝了 咳咳發 咳咳的有聲 啪啪啪 很用力 那個蜈蚣很大是紅色 而且那個腳看得非常清楚 哈 他人生機密尿起來 後來 老爺說 趕快把那個 整支打頭 放到冰箱裡面 他說 幹嘛把它放到冰箱 你要吃嗎 不是 把它放進去過20分鐘以後 再把它拿出來 那個蜈蚣喔 被冰過的時候 有點動作變得很緩慢 要死不活 他說 不能把它冰太久 冰太久我身體僵硬 他說 你要幹嘛 他現在動作很緩慢 用針 就是我注射針 他那個抽他的血 把它抽出來 打到那個 石頭媽媽媽 他媽媽 租進去那個血 而且那個血 奇怪是 透明的 他繼續又慢慢的恢復 後來 非常高興 他媽媽呢 就有救了 從那個整個手開始叫做 然後就把那個蜈蚣帶 那個老爺就把它帶走 後來那個老爺就聽說 是那個當地有一個使 叫什麼鎮江市 登一個上一個出家 修行車 他這次的目的就是要 把這個蜈蚣碰掉 但他那個蜈蚣代表 可以救很多人 救很多人 所以 這就是非常過門的血蜈蚣